亲爱的听众朋友们,大家好,欢迎您收听《大案追踪》,我是当代老青年。 2006年3月9日,京城高速公路密云县境内一处寒洞内,惊现一具被焚烧的五名女尸。 当地公安局接到报警以后随即赶赴现场,经过公安人员惊苦而缜密的侦查, 死者的身份很快得到确认,犯罪闲人也渐渐地浮出水面。 4月25日,犯罪闲人贾洪山在畏罪潜逃一个多月之后,和他的父亲贾奉军一并被公安机关抓获。 可悲的是,即便在接受公安人员的审讯过程中,父子二人依然心存侥幸,连续翻供。 争相表演懒责争罪的闹剧,掩盖事实真相,以蛇鸡保家。 然而铁证凿凿凿,神圣的法律尊严岂能遭如此践踏。 一个月后,贾氏父子被同时批准逮捕。 案情本身并不十分复杂,但随着案情的水落石出,人们看到的是贾洪山与死者之间的变态恋情,看到的是贾氏父子间的畸形负爱,以及太多的思考和警醒。 现年二十四岁的贾洪山,除了年龄上的差异,相貌上酷似他的父亲贾凤君。 他们的邻居和亲友还说,这爷俩的性格也有着几分相似。 话不多,看上去纯厚本分,但心里都挺有主意的。 贾家呢,世代务农,父亲贾凤君虽说也能够识文断字,在村里还有一些声望,但终究是初中毕业,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。 2000年7月,18岁的儿子贾洪山从顺义区成人专科学校学成毕业。 虽说只是个中专生,但毕竟在村里也算是个真正的文化人,尤其是贾洪山,不久以后被燕京啤酒厂录用。 文听着邻居们的夸奖,村里年轻人的羡慕,贾凤君的脸上更是因儿子的出息而增添许多光彩。 贾凤君对儿子从小就溺爱有加,打折以后,他更是对贾洪山奉之若报。 于是,从不逆着儿子,只要儿子愿意做,父亲从来不说半个不字。 2001年3月的一天,贾洪山与几个朋友到县城一处名叫十元的大排档聚会。 年轻人凑在一起,难免有些身高音大,不经意见惹翻了临桌。 两桌时刻之间,由此而叫嚷起来。 还好,在别人的劝说下,两桌人都不欢而散了,矛盾没有再次激化升级。 就在朋友们与人大打口水战的时候,贾洪山发现临桌,有一女子也若无其事地坐在那里。 个头不算高,也不算十分漂亮,但却很耐端详。 虽说只扫了一眼,女子的相貌已经深深地印在了贾洪山的脑子里。 后来,贾洪山又去过那家大排档几次,几乎每次都能遇上那个女子。 那女子也显然已经认出了贾洪山。 每次看到贾洪山盯着她看,她也总会微微一笑,算是打了招呼。 就这样一来二去的,两个人认识的,那位女子叫何平,自称在做绒毛玩具生意。 啤酒厂离家不远,贾洪山平时一下班就回家,但自打认识了何平以后,时不时就不回家吃晚饭了。 不仅如此,贾洪军还发现儿子花钱是越来越冲,再也没向家里交过一分钱,还时不时地朝家里要钱。 这些反常的现象最终引起了贾洪军的注意。 他问儿子, 洪山,给我说实话,是不是交女朋友了? 贾洪山点了点头, 那搞对象,也不能这样大手大脚地花钱呀,都干什么了? 贾洪山没有任何隐瞒,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父亲。 何平家在外地,在顺义没有房子。 贾洪山用自己的工资在县城给何平租了一套楼房。 贾洪军一听,当即就有些火冒三丈。 但转念一想,儿子还不满二十就搞对象,并且私自给女孩租房的确有些荒唐。 可儿子毕竟已经工作了,搞对象只是迟早的事。 这样啊,活也就没发出来。 贾洪军有些懊恼,却也无奈地说, 哎呀,那既然已经搞成了,抽空把他领家里来,那总得让我们看一眼吧。 就这样,贾洪山答应了父亲。 过了不久,贾洪山果真带着何平回家了。 看着眼前站着的何平,个子虽然不高,可相貌还算不错, 但贾洪军不知怎么的,心里总觉得有些别扭。 他就问儿子,何平到底多大岁数? 贾洪山说, 爸,他比我大十岁。 闻听此言, 贾洪军夫妻差点没被气晕过去, 半天没有说出话来。 贾洪山知道,父母一定会为此生气, 就说, 他比我大,怎么了? 我喜欢他,他也喜欢我, 这还不够吗? 你们要是实在不同意, 以后我也就不回来住了, 省得你们看着心烦。 作为父亲, 贾洪军深知儿子的秉性, 看似淳厚, 实则乖长, 只要是他想到的, 就一定会去做, 敢说敢做, 一点也不含糊。 看着儿子认真的样子, 一向凤子弱宝的贾洪军再次心软了, 无奈地摇摇头, 默许了这桩婚事。 心想啊, 只要儿子愿意, 只要他们以后能踏踏实实地过日子, 也就算了。 就这样, 稀里糊涂地, 得到了父亲的默许后, 贾洪山干脆把和平带回家里来住, 两个人名震言顺地住到了一起。 再说和平, 虽然贾洪山对他一片痴情, 但他呀, 并没有对贾洪山说出自己全部的实情, 他本来只是一个来自四川的打工女, 不仅比贾洪山整整大十岁, 并且早已结婚, 还有一个七岁多的孩子。 和平与丈夫虽然关系不好, 但因为孩子的原因, 一直也没有与丈夫离婚。 在贾家住了两个多月后, 由于天天与贾洪山待在一起, 两个人时不时总会因为一些小事吵嘴。 2002年, 春节刚过, 和平不知因为什么, 再次与贾洪山生气, 并且越吵越凶。 贾洪山说, 现在还没结婚呢, 就这三天两头的吵, 那以后日子还怎么过呀? 你以为这是在玩呢? 和平说话更不招人, 一气之下便对贾洪山说出了实情。 我就是在玩, 你不是想玩吗? 我告诉你, 我已经结过婚了, 还有个孩子。 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, 还这样骗我? 你不就是想玩吗? 我告诉你这些又有什么意义? 贾洪山心存侥幸, 认为和平的话只是一些气话。 每成想几天之后, 他却无意地从别人那里, 证实了和平所说的一切。 从儿子那里, 得知和平的真实身份后, 贾凤军再也忍无可忍了, 痛不欲生。 在他看来, 儿子贾洪山是无辜的, 是被和平勾引才上当的。 他为和平的所作所为, 感到气愤。 和平虽然来贾家仅仅住了三个多月, 但却多次以种种借口, 先后从贾家借走了三万多月。 如果儿子贾洪山真的与和平分手了, 岂不是人才两空吗? 贾凤军越想心里就越窝火, 然而有火, 也没想到往自己的儿子贾洪山头上撒。 气急之中, 他从桌上操起一把水果刀, 扎进了自己的腹部, 顿时鲜血之流。 幸亏被及时送进医院抢救, 贾凤军才得以保诸性命。